我们的密制摊底是经过实际种野生菌熬制的 人家吃草帽鱼的客人都天天催我去开分店啊 大家好 我是海浪哥 品较特色买吃就是我 今天我们来到了海昌的新阳鸡 这里有一家叫做草帽鱼 非常有特色 那具体特色在哪里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走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家高材鱼 长江和鱼吧 它这个是没有小吃的 都能摊鱼 我们都是现杀现煮的鱼 那你们把这个鱼做得什么菜 吃这个鱼一般都点不辣的或者微辣的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鲜 搭配那个菌菇汤 煮出来汤很鲜很白很嫩的 一天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我们早上10点半营业到晚上10点半 一天能够卖多少条啊 一般像现在工作日的话 一般是二三十条嘛 二三十多这样 然后周末的话客人会多一些四五十条这样子 小弟像这条鱼有多少重啊 差不多三斤 这个是我们密制的菌菇汤 就是野生菌 各种野生菌熬的汤 这个汤很鲜的 搭配鱼煮出来非常的鲜美 这个就是等一下会淋到鱼上面去煮对吗 对对对 这个就加到鱼里面煮的 像这个鱼的话我们现沙的 沙好以后放一点这个豆粉下去 腌一下抓一抓 这个鱼会更嫩滑 然后保持它的鲜美 然后鱼蒸出来的话就会更入味 然后去那边去那边 对 它这个蒸汽的话 盖炒帽的时候 温度可以达到150多度的 这个是高温消毒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鱼煮好了 就也淹好了就直接下锅 搭配这个密制的野生菌菇汤 然后我们开蒸汽煮 煮5分钟就熟了哟 然后就可以欣赏一颗蒸汽的鱼 纤细飘飘的感觉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它那个蒸汽出来 咕噜咕噜的响 非常的好玩 真的非常有特色 现在才刚刚开1分钟 我们就可以闻到一种很香很香的一个味道 而且鱼的鲜路也都出来了 像我们这个鱼的话都是经过严格的要求的 像一条鱼多少斤重就是多少分钟 像这条鱼的话就是5分钟就熟了 虽然说海浪哥吃过很多很多的鱼 但是第一次吃到这么有特色的鱼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一下 它这个锅不是我们的腿锅而且是石锅 第二用一条鱼用这么汤来炖的话 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有实力 炖出来完全是乳白色的 我们正常的火锅都是用火来煮 而它这边是完全用蒸汽的 真的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那它这个汤是非常的乳白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那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看它味道到底如何 哇真的是非常的鲜 非常的鲜 它这种鲜跟我们平时的鲜不一样 我们平时吃的时候会有那种味精 或者佐料的味道 它这种完全就是那种纯的鱼的鲜味 超讚超讚 整条鱼粒 这个中段的时候这一块是最嫩的 让我们把它的这一块给勾上来吃一下 然后看它的鱼肉到底新不新鲜 这个鱼真的是非常的香 又非常的辣 它这个鱼你吃起来有点像跟吃豆腐一样 酸下醋跟辣椒 吃起来的话不断滑腻 而且更加有味道 真的是超级赞 它这个鱼是蛮有骨头的 随便大火大火的吃 跟吃肉一样 非常的满足 除了吃这些以外 你还要加什么料可以自嫩给它加进去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汤 它这个汤里为什么能这么鲜甜 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那种野生精里面熬的 当然到它不可能会告诉我 因为这是汤的商业秘密 哇 我今天已经喝了第三碗了 真的是太好喝了这个汤 非常的鲜甜 超讚 综合来说你 这个草帽以你吃真的非常有特色 连这个锅里都是用石头做的 而且它不但以你 可以大口大口的吃 没有什么骨头以外 这个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那么至于说价格是相当的清明 三斤多的鱼也才一百多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接受 最重要的是你这一锅鱼吃掉之后 这个新鲜秘制的汤你可以当火锅来用 你想吃什么可以往里面再加料 哪里有买食 欢迎在评论机留言 我们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海浪哥我啊 拜拜